曾经一部被下架的动画即便消失在众人眼里 却仍旧被观众争论不休 他通过奇怪的方式讲述了一群日本少女的凄惨童年 这种题材本应该被观众通情 可为何有人吐槽甚至厌恶呢 别急 那我先给你讲讲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魔法少女网站 国中生女主赵悟彩每天都在想着自杀的事 她想死的理由是因为在学校被三个女孩各种霸凌 例如鞋柜被放满图钉 客座椅被挤满胶水 有时候还得遭到暴力对待 她回到家后还要遭到变态哥哥的殴打 一个国中生少女就像被当成了沙包 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 因为重男轻女的家庭和不善交际的她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诉说 有点晚上她在床上思考自杀的事 电脑却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了魔法少女网站 随后一个长相怪异的黑白少女 七自称是网站管理员 她可以给小彩一把魔法权杖 这是可以改变不幸的道具 果然在隔天的鞋柜里图钉刀片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把爱心权杖和使用说明 在放学后 小彩照例被几个少女欺负 只是这次他们决定了一个男的侵犯小彩 而就在对方快要得逞的时候 小彩都没有想要报复 冲击量持在进行无力的反抗 可是在看到欺负她的女孩拿出一个猫的项圈后 小彩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 因为那是她经常喂养的小猫 女孩一次无意中看见小彩喂猫 于是并狠心地杀了猫 人无可论的小彩拿出了爱心权杖使用 眼前的两人顿时消失不见 而他们竟被传送到的火车旁 惨死了 小彩不敢相信自己杀人了 而那个魔法网站也早就登不上去了 隔天把女孩的闺蜜拿牙找小彩算账 这位小彩做了什么手脚 害死他们的 就要她把刀放在小彩的眼前时 时间仿佛静止一般 原来成为魔法少女的不止小彩 同伴逃去怒懒也是魔法少女 她虽然放过了拿牙 不过也在时间静止的时间教训了她 而怒懒其实是有目的性地接触小彩 最近她发现魔女数量其实很多 但是却有魔女猎人的存在 他们专门抢魔女权杖 于是怒懒想和小彩合作 找出伤害魔女的凶手 本来她和一个叫狄赖的魔女在吊打子世 不过后来狄赖消失了 现在她需要逐渐找一个伙伴 并且怒懒告诉小彩关于魔女的秘心 每一次使用魔法不是没有代价的 当手臂上的血条消失后 就意味着生命走到了尽头 也就是说魔女是用生命在使用魔法 之后魔女人竟然真的找上了小彩 因为拥有各种能力的权杖 所以魔女猎人的实力很强 但是由于小彩的能力是空间传送 于是魔女猎人就被小彩 轻松带出了本来设置后的安全结界 除了结界的魔女猎人自然 就会受限于怒懒的时间停滞 而没想到 魔女猎人的真实身份就是尼奈 她拥有一个可以变身的魔杖 所以外观有了变化 最后怒懒也从尼奈口中吻出了讯息 原来魔女猎人的诞生 也是关于原创造出来的 他们告诉魔女在未来的某一天 会有一场暴风雨 所以我给了他们一本关于大部分魔女的手册 只有不断抢魔杖使用才能活下去 还没有等他说完 就不断吐血 晕绝了 医生检查发现 尼奈外表虽然年轻 可器官却早已衰竭 这就是使用权杖过多的代价 有些小彩想到能不能用魔法治愈呢 后来小彩儿怒懒也发现 只有不幸的人才会成为魔法少女 怒懒也是因为曾经强盗杀死自己父母 并且被强盗威胁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坚强活下去 后来通过尼奈的手册 他们开始寻找有治疗性的魔女 第一个目标是身为爱斗的红海 而红海的能力则是只要穿上魔法权杖 就会控制身边的人 她的权杖模样是一件胖子 在确认对方的能力不是这一戏后 叫他们回到病房 又陷入了迷茫 谁知那天晚上 管理员就出现在尼奈病房 而这个这时 同样与住院的哪牙 却遣入了尼奈病房 管理员看到了有人接班 于是给了哪牙一个新的权杖 哪牙对小仔的恨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无语 因为一开始小仔短学 刚来的时候 哪牙可以说是特别照顾她 不管什么事都替她善后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哪牙认为小仔应该对她很感激 可是小仔因为被哥哥家暴 所以性恶从小就是落诺 不善交际的她在哪牙眼中 就成了异类 拥有魔法的哪牙开始展开了她的暴覆 她其实早就从医院 头听到了关于尼奈的事情 原来尼奈之前为了收集魔杖 而杀了红海的好友 这些年来 红海一直都想替朋友报仇 为此她想隐退娱乐圈 这就给了哪牙接近红海的机会 告诉她小仔 他们要救了人 就是你的仇人 随后就来到路纳家中 告诉他们这件事 谁在此时路纳已经逼你脱离 她找到了当年那个杀夫仇人 可是愤怒使她过度使用魔法 她在昏迷前提医院里的尼奈 布置了结界 阻止红海杀人 由医院时时都会有人出现 红海发现结界只要暂时逃走 而哪牙就在路纳脱离的时候动手了 她的魔法是类似海贼王中的多夫郎明哥 可以甩出一条长线 被长线划过的东西都游如豆腐一样烂 很快 路纳的家中就出现了崩塌 小仔不想打牙死掉 用魔法权杖把她传送到了自己的座位 看到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涂鸦 她的内心解怒了纠结 而没有成功杀死狸奈的红海 并准备去小仔家算账 单次时路纳小仔已经昏迷送入了医院 她去小仔家见到那个变态哥哥 变态哥哥早就发现了魔法少女网站 但是由于一直登陆不了 所以她感觉红海就是魔法少女 打算利用她 也难怪哥哥会相信魔法少女的存在 从小她被父亲严格要求 在别人的眼中看着很完美 可是在父亲眼中却总是很差劲 就在小仔面前才能真正满足她的欲望 那是一种挽脱神之被普通人的满足感 于是红海和哥哥的接触 并为后来埋下了破端 不过在医院里 妮奈和路纳以及小仔都活了过来 只因为一位拥有治愈器的魔女小白找到了她们 用自己的血治愈别人 不过无法恢复使用魔法透支的生命 小白虽然也是魔法少女 可却是其他网站的 这就意味着魔法少女网站有很多 每一个网站都会有一个管理员 小白还调查到 这些管理员是为了复活魔法王才不断寻找魔女 只要魔女把不信把负能量用起来 通过权杖收集就可以换起魔法王 所以才会有管理员怂恿魔女 却历杀魔女不断使用魔法 而一旦对网站有了疑心就会被管理员猎杀 小白行动一直都很隐蔽 她已经找到其他网站的少女合作 从阵容来看 有心灵感应 有飞天少女 以及时间禁止 空间传送 这样的阵容要捕捉管理员 应该很容易吧 不过路纳的权杖和小仔的权杖 却被奶奶夺走了 并且路纳的生命早就快用光了 而最糟糕的事情还是 红海的权杖被变态哥哥偷走了 于是 那可以随意操控别人精神的能力 让她为所欲为 虽然其他少女过来 救下了失去能力的红海 可是最后因为红海的权杖太过强大 全员都被哥哥控制 无法行动 可哥哥却忽略了心灵感应这个魔法 在收集权杖的时候 他命令红海行动 结果 心灵感应权杖唤醒了被控制的红海 红海清醒后看对眼前的萤幕极度崩溃 都是自己建策起义 兴得变态哥哥的话 最后的结局是红海和哥哥同归于尽 红海带着微笑 死去了 而哥哥的尸体却凭空消失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红海的一生也是充满不幸 父亲被债主逼得上吊自杀 而母亲更是被债主看上 后来才有了管理员的出现 他之所以想变成偶像 注于希望可以通过得到关注耳边的幸福 红海的葬礼所有人都到了 但是谁知小彩却突然拿出了本丘丢失的权杖 然后把所有人都传送到了一处密室 尔拉雅也在这里 原来在他们传送过来的时候 红海的葬礼就被爆破了 管理员以为已经成功洗脑了纳牙 于是便把在葬礼安装炸弹的事告诉了他 让他负责清理漏网之余 纳牙虽坏 但是他看不惯管理员不把某把圣女当人的行为 于是便在前一天把权杖归还给小彩 选择加入他们进行反抗 他们查出了管理员的下一步动作 于是 与伙伦手术带兔 成功击败了一个管理员 而管理员的真实身份竟也是人类 可是随后出现的另一个管理员却实力强大 其他人已经分散去支援其他伙伴 由小彩小彩而怒奶完全不是其一的对手 他用尽最后的生命保护了小彩 在生命后进的时候 怒奶却来到另一个世界 而他将成为新的一代管理员 只需要复活魔法王 人类就会进化 没有负能量 人类注定是高阶生物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被淘汰 死亡 实习自我意识的怒奶复活了 他和小彩展开了对决 可是小彩却一直在防御 他不舍得伤害怒奶 现在 想要唤醒怒奶唯一办法 就会消除他的负能量 为此小彩拿着自己的枪 对准的心脏 将自己一半的生命给了怒奶 随后通过重生怒奶能力配合 将其传送到一样列车面前 并且时间静置 其没有害怕 反而问他们两人 觉得不幸吗 而答案自然是 不是不幸的 虽然这一场战斗 他们取得了胜利 但是仅仅三个管理员 就让全员几乎耗尽了体能生命 他们之后的路 又敢如何去走 而变态哥哥在冰死之际 却被一个男人带走 她的命运又回事了如何 这是2017年出品的一部 奇幻动画 对于魔法少女 大家的影响更多是在摆编小彩 可是随着魔法少女小缘的出现 魔法少女系列就开始越走越歪 有人说魔法少女网站是一部烂作 打着校园霸凌的旗号作为展开 后续剧情全员崩坏 本身就是霸凌者的奶牙 却因为管理员不把他们当人看 而去投靠小彩 还有就是红海为了复仇 竟然只因为看到哥哥帅 就彻底迷失自我 加上小彩全程圣母星 以及有意图去洗牌龟哥的行动 这些秘密之操作 都是把观众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 可还有人却认为 魔法少女网站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 因为奶牙去投靠管理员的铺垫 还是存在的 毕竟 她出着攻击小彩时 被小彩传送到了座位上 以及 自己已经身为魔法少女 被蒙骗其中 只有感同身受 才是最好的换位思考 所以奶牙投靠这个设定 我觉得相对还是可以理解 以及小彩的圣母星同样可以理解 毕竟她的展开 也是贯彻这个故事的开端 她的经历 让她性格诺诺是很正常的 不可能因为当了几天魔法少女 就直接黑化 或者 强势起来 从开端的诺诺到最后结尾 也能狠心杀掉观理员 这 就是小彩的成长 而红尔这个设定的说法 就真的比较 不好解释了 毕竟怎么说 都似乎不太符合成立 而对象不舒服的 就是给哥哥的洗白 有些不好接受 总而言之 魔法少女网站的雷雾设定 成了这部作品争议最大的原因 不然在剧情展开 衔接 她做得特别出色 没有过多的回忆 其次 真的是实打实地 推进竹线剧情 这种雷雾设定的洗白问题 我突然想到了 轻与飞扬 唉 我是少年 一个迷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